欢迎收看东大技术高中英文频道 我是Amy 新的学期即将开始 恭喜各位同学们 迈入人生新的阶段 即将展开新的生活 想必大家的心情一定既兴奋又紧张吧 不用担心 跟着Amy一起学英文 熟悉课本的单字跟课文 想必大家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好哦 那我们就从第一课的第一个单字开始看起 第一个字 feeling 注意一下这个字呢 通常用的是复数 所以要加上S 那我们看一下英语解释 Someone's emotions especially love Emotions这个字呢 可以是feeling的同一字 所以这个字把它画起来 终于是写上去哦 看一下例句 Don't lie to your friends You will hurt their feelings 不要欺骗你的朋友们 你将会伤害他们的感情 这里注意一下feeling这个字 有加上S 有没有看到呢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替换成同一字 emotions也可以 like这个字欺骗 这是一个动词 那欺骗谁的话 后面加上一个介细词to 然后又可以再加上对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hurt这个字 hurt这个字也是一个动词 伤害 这个字的三态都一样 hurt, hurt, hurt 那这边我们用的是原型 另外这边我们补充两个片语 hide one's feelings hide的隐藏 隐藏某个人的感情 Amy hid her feelings well nobody knows that she likes oven Amy隐藏自己的感情 隐藏得很好 这里注意一下这是他的过去式 原型是hide的 过去是he的 没有人知道他其实喜欢oven这个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feeling的另外一个意思 感觉 I like to draw on books it gives me a feeling of joy 我喜欢在书上涂鸦 这给我愉快的感觉 draw 涂鸦 动词 画画的意思 那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好看一下这个名词片语 这个off是the的意思 由后往前翻 就已是快乐 快乐的感觉 如果有出现off的名词片语的话 中文意思我们要由后往前翻 愉快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字 nervous 紧张的是一个形容词 英语解释 feeling worried or frightened nervous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就是觉得很担忧的 或是感到害怕的 这两个形容词都有加上ed 加上ed的形容词就是感到 感到担心 感到害怕 Daniel is nervous about riding a scooter for the first time Daniel对于什么事情感到紧张呢 注意一下这个名词片语 is nervous about about后面加上一个ing about是一个接西词 所以后面要加上一个ing 对于什么事情感到紧张 riding a scooter 骑机车 这个ride我们就要加上一个ing scooter 第二机车就是像一般普通型的机车 那如果我们讲的打档机车的话 叫做motorcycle 这两个有点稍许的意思的不同 那看一下后面的片语 for the first time 就是第一次的意思 这个时间片语的话呢 放在句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字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英语解释 an informal talk informal就是不正式的 那如果去掉ing informal就是正式的 那这边呢 补充一下一个同一字 这也是同测笔考 dialogue dialogue 对话 就是conversation的同一字 这个课本上面没有 你们可以把它抄上去 看一下例句 Sally likes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local people when she visits a new country It is a good way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lace Sally喜欢交谈 这里住一下这个名词片语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某个人 就是跟某个人交谈 那这边她是喜欢跟 local people 当地人 她喜欢跟当地人交谈 当她拜访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以认识当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字 thus thus 注意一下它是一个adv副词 所以因此表示因果关系 同一字layer4 as a result 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一字呢 也是统测笔考的一个大题 所以从高值英文开始 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同一字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音音解释 as a result of 因为由于某件事情 mation是提到 因为由于提到的某件事情 造成什么结果 那这里注意一下这个片语 as a result of 这里有加off的话 后面可以加个名词是因为由于的意思 那如果是as a result 这边没有加上off的话 就是副词 所以 好 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that department store is having a sale thus it is full of people 那间百货公司举行特卖 have a sale 就是特卖会 那这里是进行是正在 所以是is having b动词后面再加上一个ing 就正在做什么事情 好 正在举行特卖会 然后做一下副词的用法 前面句点 后面斗点 los 因此即慢人 因为举行特卖 所以即慢人 los这个副词呢 可以用来连接因果关系 那他的标点符号 除了这个句点 后面大喜以外 也可以用分号 后面小写 或者是逗点 加上一个end 好 这就是副词使用的三种方式 los为副词 不可连接两句 要用句号 分号跟上句连开 或者是呢 你用逗点的时候 要搭配连接词 那这个full of的这个片语呢 我再补充一下用法 什么地方 be full of什么东西 某地充满什么东西 像这边 这个itter的话 是指前面的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充满了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个字 Message Message 注意下它是C可数名词 You'll come to the rooftop Wonder Woman 想必这一个电影的女主角 大家一定不陌生 神力女超人 最近还有上映她的一部新的电影 不过我还没有去看 那这边的话 神力女超人呢 留了一个讯息给谁 这个full的话就是给的意思 给超人 好 然后告诉她呢 到屋顶上来 roof是屋顶 加个top的话 当然也是屋顶的意思 好 我们看一下 另外两个重要的片语 Leave a message 留言 注意三太 Leave laughed 这是过去式 现在是原型 用leave 那如果另外一个片语 take a message 记下留言 这边我有个例句 Simon is not in the office right now Can I take a message for you? 这个话就是接电话的人 他说Simon呢 现在呢不在办公室 那我接到电话了 我能不能替你记下留言呢? 所以做一下 打电话的人留言 Leave a message给谁 那接电话的人是记下留言 为了谁 为了谁记下留言 take a message for more人 这两个片语的意思 不要搞混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用法 Send a text-aligned message 这个话呢 传送简讯 这里是我们现代人 生活必备的技能 这边是传送 text message简讯 这个是需要花钱的嘛 那大家现在都是用免费的讯息 就是LINE message LINE的讯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六个字 Hint Hint 同一字 imply 音解是 to say something in-directly 这里话注意一下 direct是直接的 形容词 加个in in-direct 间接的 再加ly in-directly 间接的 间接的说模式就是暗示 The ending of the movie Hinted that The bad guy would be back 电影的结局 注意一下 这里有个off的 片语的话 有后往前翻 电影的结局 暗示这件事 这件事的话 我们就是要用一个 that引导的名词子句 当作hint 暗示的授词 这个that是可以省略的 暗示这件事 坏人要回来了 Hinted也可以当名词 注意是c 可数 I wanted to leave But the salesperson Didn't get a hint He just kept talking to me 我已经想要走了 但是这个销售员 没有得到我的暗示 注意一下 get得到 或是这边翻成了解 了解我的暗示 他一直在讲话 注意一下 kept这三代 keep kept kept 这是过去式 那原型是keep keep后面加上ing 就是一直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边的话 后面的talk 加上ing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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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七个字 offer offer 提供 同一字 provide provide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组同一字 to say what one is willing to do or to give something offe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出你愿意做的事 或者是你愿意给 好这里 willing愿意的用法 be willing to do 什么事就愿意 愿意做什么事情 the guest house offered a free breakfast to its guests guest house 就是我们常讲的民宿 这民宿呢 提供免费的早餐给他的客人 offer某物 to某人 那如果倒过来呢 offer某人某物 不用加进行词 好把这个替换用法超上去 offered its guests 而free breakfast 而free breakfast 这边不用加to 好那我们再重整一下 好那我们再重整一下offer跟provide的用法 offer某物 to某人 offer某人某物 就等于provide某人 provide某物 for某人 provide某人 with某物 做一下这个介细词 这个介细词的话呢 统策有考过 虽然是很细微的地方 不过同学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offer当名词用提供提议的意思 Thank you for your offer of help I really need it 谢谢你提供帮助 我真的很需要 好这边的话 你提供什么 帮忙 offer of某物 就是对某物的提供 那这边它是提供帮忙 这里介细词加上一个off的话 可以再加一个名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七个 第八个字 refuse 拒绝 同一字 turn down reject 这个reject的话课本上面没有 那你们可以把它补充上去 这三个字都有拒绝的意思 反译字 accept 接受 Linda refused to go to the beach with us during ghost month Linda拒绝去海边 跟我们去海边 with us 就跟我们 那在什么时候呢 鬼月 那这里话呢 我们看一下用法 refuse to do什么事情 拒绝去做什么事 后面加上to be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goal是一个原型动词 就是这个句型的用法 接下来第九个字 reply reply 回答 回复 三台 reply replied 去歪再加ied replied 去歪加ied 那同一支有 respond answer 两个字 don't reply to the call the number looks strange 不要回复这封来电 号码看起来怪怪的 好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记系词 reply 注意这个字不是单独使用 后面要加上一个to reply to 再加名词 我们看一下 呃 片语 reply to 加名词 就等于同一字 respond to 再加名词 等于answer 不用加to 再加名词 要非常非常注意 reply to respond to 等于answer 一个字 所以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替换成 don't respond to the call don't answer the call 这样子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reply 名词的用法 回答 回复 同一字 response answer 好 那这里要做一下拼字 这个respond 这是第一结尾 response 这是se结尾 第一结尾是动词 se结尾是名词 Andy read my line messages but made no reply Andy读了我的讯息 但是已读不回 已读不回 就是这样讲 那made no reply 就是没有回复 这里我们要做一下 前面的read是过去式 后面的made 我们也要用过去式 好 前后的时态要一致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个字 attitude 态度 attitude 态度 它也是 c 可数 好 所以你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要加上一个an 因为它是母音开头 要加上一个an an 因应解释 a feeling or an opinion about something or someone 一样一个一种感觉 或者是一个意见 关于某事或某人的感觉 或意见就是你的态度 my mom's attitude 这边同一字 to to 也可以 好 那这个to的话呢 你们可以把它抄上去 online games changed after she played one herself 妈妈对于线上游戏的态度改变了 在他自己亲自玩了一个之后 这个one 注意一下这个one 这个one在这里是指什么 one online game 呃 代替前面提过的线上游戏 这个名词 我们就可以用one attitude这个字呢 蛮重要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相关的片语 have或是take 动词可以用have或take 呃 或and 要看一下后面的形容词 是母音开头 我们就用and 那若是子音开头 就用are attitude 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toward 对于什么 这边toward的话 我们也可以改成to to也可以 好 那这边我造了一个句子 I always tak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my life 我总是对人生 保持着是正向的态度 take或have也可以 I always have也可以 那这边positive就是一个形容词 正向的态度 toward或toward都可以 好 这个片语非常的重要 大家要把它抄下来哦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字 confuse 是困惑 英语解释 to make someone unable to understand 什么人不能够了解 那你就是困惑了 注意下这个un un就是不的意思 所以able是能够 加上一个un 这边不能够 这边不能够 the tourist got lost in the station because the directions layer confuse her 这个tourist 这个旅客 这个观光客 got lost 原型就是get lost 迷路了 in the station 车站 因为directions 方向 使他困惑 好 这里的话呢 我讲一下confuse的用法 某事 confuse某人 这是动词用法 所以这边说 事情方向 confuse某人 使他困惑 这是ok的 那如果说我们替换成 形容词的用法的话 要怎么替换呢 某事 be confusing to某人 某物 令某人困惑 这个confuse 加上ing 令人困惑的 就是一个形容词的用法 那也可以替换成 confuse 加上ed 感到困惑的用法 人 be confused about某事 人对某事 感到困惑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句子 替换成另外两个用法 the directions layer were confusing to her 那边的方向 令他困惑 或者是人当主词 she was confused about the directions layer 他对于那边的方向 感到困惑 这两个用法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进行到第十二个字 accept 接受 反译字 注意下这是反译字 refuse reject turn down 拒绝 那这边我们可以参考 刚刚讲过的单字十八 有讲到refuse 拒绝这个字 所以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那边的用法 那这是他的反译字 接受 the singer refuses the singer refuses all of the gifts from his fans he only accepts their cards 这个歌手拒绝了 所有的礼物 from 从哪里来的礼物呢 fans 他的粉丝来的礼物 他的歌迷来的礼物 他只接受卡片 那这个accept这个字的话 有另外一个字 其实意思跟它很接近 但是有些许的不同 另外一个字就是receive 收到 好 那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字的意思 这里有个例句让大家参考 I received an invitation but I didn't accept it 我收到了一个邀请函 但是我没有接受 invitation这个字就是下面这里有的邀请函 那所以呢 receive的话是 你收到了 但是你有没有答应要参加呢 有答应要参加才是accept 那如果你没有答应要参加呢 就是refuse拒绝 好 所以这样子同学们了解了吗 accept跟receive之间的差别